各位小朋友,有沒有試過被選中做班長或運動隊的隊長呢? 通常擔當這些角色的人都是團隊裡面的領袖,有很好的領導能力 大家知不知道一個好的領袖有什麼條件呢? 我們一起看看動仔和他的朋友今天學到什麼吧! 歡迎大家再次入選閃避球隊伍 接下來我會選出今屆的隊長 要記得,隊長不單只是教練和球員之間的橋樑 還會照顧大家,有時要擔當領袖,帶大家去練習 所以隊長這個角色真的很重要 挑張了,你是我們隊裡面實力最厲害的那個 今年隊長一定是你啦! 不用說啦! 除了我,我也想不到誰可以做隊長 動仔,剛才貓桃英教練說選隊長 你有沒有信心今年會做到? 我一定會支持你的! 我也有少許信心,但誰做隊長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一隊人夠齊心,向目標出發 等一下你們把球傳給我 我就負責做完所有攻擊了 我一定可以令到他們全部出局 到時教練還不選我做隊長 傳給我!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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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容易就中,也沒有難度 休章鳥,接住啦! OK!又中了啦! 動仔,怎麼辦?再這樣下去,我們一定輸啦! 我看到休章鳥,其實開始有點累啦! 待會我會把球傳給你,你有機會就攻擊啦! 大家要給點信心啦! 只要我們專心和眼神地應對,一定會贏的! 休章鳥,他們好像想了對策怎麼比賽 我們要不需要都聊一下? 不如,待會你多些傳給我們,等我們幫忙一下你呀! 當然不用啦! 待會跟剛才一樣就行了! 大家努力呀! 我們還有機會的! 每人做好自己的角色,防守的幫忙接著球 然後傳給進攻球員 好!大家繼續努力! 接著! 起! 攻擊! 中了! YES! 動母接著! OK! 哎呀!有沒有搞錯呀? 你們都幫不了我手的! 其實我們都很累呀! 喂!有沒有搞錯呀? 本身就贏的啦! 最壞都是你們啦! 如果你們每個好像我那麼厲害,我就不會輸啦! 休章鳥,你不要這樣說他們啦! 大家都盡了力的啦! 在這段時間裡面,我也有留意你們每一位 看看誰有成為隊長的質素 今年的隊長就是動仔! 耶!恭喜你呀!動仔! 為什麼呀!教練! 明明我就是最厲害的那個! 休章鳥,其實選隊長不只是看實力那麼簡單 同時要考慮他的領導能力 閃避球是一項團體運動 如果隊長不信任自己的隊友 是很難領導大家去團結的 好像選頒獎一樣 其實不一定要選成績最好的那個人 其實還要看他和同學的人際關係 要不要了解大家的場處和有沒有責任心 剛才比賽的時候,我就留意到動仔 所以就算落後緊也沒有怪責隊友 忽然是不停鼓勵大家 那這些就是成為一個好隊長的質素 那我剛才又真是掛著贏 沒有理到隊友的感受的 隊長鳥,其實你也很厲害的 雖然教練選了我做隊長 但你依然是球隊裡面很重要的隊員 我們之後一起努力啦! 好啦,動仔!我們以後互相學習 今年一定得到冠軍的!Yeah!